请问杜先生 在中美高层对话的同时 美国的访问者奥斯汀 开启了对印度的首次访问 有评论认为 他是带着新的对华剧本去访问 你怎么看 美国现在至少有好几个反华剧本 你看在中美高层对话之前 有一个美日的二加二 有个美韩的二加二 如果加上这次美国访问 对印度的访问 等于两场半的二加二 都有反华剧本 现在这个半场的反华剧本 实际上是要拉住印度 按照印度媒体所暴露出的 基本情况 要至少三件事 第一要主要谈边境问题 特别是在拉达哥地区 美国如何对现在的印度进行支持 另外还有一些反恐 包括军事合作问题 我关注两个点 第一就是战略上的打气 比如说边境问题紧张 或者是以中国关系紧张 美国能做什么 我记得拜曾在当选之前 就曾经讲过 如果我当了总统 我将会印度提供 所有的军事支持和帮助 我将与印度人站在一起 从目前看 他正在落实自己的战略选项 如果防长在这个时候 就军事问题 就边境问题 和印度进行所谓的磋商 那么给印度鼓劲打气的效果 将是目前最高的一个时段 另外肯定会谈所谓的军事贸易 你现在如果挤占俄罗斯的军事长 特别是在边境地区 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 适合山地作战的武器装备 这是印度的急需 也是目前两国军事合作 最大的一个点位 你按照目前演练行动 你包括之前在高原地区 搞的什么联合进攻 联合防御 然后联合地空作战 那么今后围绕着三个项目的 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 以及之前所签的四个协议 大概会逐渐落实 我想这次访问 这个剧本大概有很多内容 如果仔细去归纳 就是有软的进行鼓气和其他的一些支持 另外更核心的是提供相关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 对于印军的边境冒险 包括在其他方向的所谓强硬行动 提供物质支持 请不论